上禮拜主要是讲的逻辑是这样 就是利用那个Fy函数 MID函数再加上Fy函数 把这两个函数加在一起之后 就可以找到什么 找到那个你的 储存格里面 这个资料比如说他是从那个网路上抓下来的 那你从这里面假如说你要是抓到这个网址 那你把这个网址 直接切割 切割完那你怎么知道头跟尾 你头跟尾的话你可以利用那个Fy 去Fy到画面去一下 那你可以把它Fy Fy什么呢 Fy我们的这个 那当然我们本来是Fy前面这个刮址 不过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它不是超连结 也会被找到 所以我们后来又多加了一个这个小鱼 跟那个后面的话呢 是大鱼跟一个后刮址 那找到这个位置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因为找到这个位置 它是找前面的位置 所以你要找后面的话必须加1 那你这个后面这个就没有问题 因为找到的话刚好是小 就是它的大鱼这个位置 那就可以把我们要的这一个超连结给抓到 然后呢再利用什么MID函数 去抓它有三个参数嘛 抓这个储存格 然后呢开头的位置在哪里 开头的位置就是 这个标签的位置 加1 好所以这边有加1 那后面长度 就是说你要从第几个去抓几个字 那就是把什么呢 把后面减前面 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一个字串长度 那最后的话结果就会放在这边 那这个是用那个函数逻辑来做啦 那当然函数逻辑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假如我们的这一个底下的资料 比如说像各位往下找 如果说像这个这个格子里面 它的超连结数量不止一个的话 假如超连结这边有一个两个 有两个超连结 那你如果用函数来做的话 可能就会有问题 因为如果第二个怎么办 第二个就会卡住了 第二个也可以做啦 不过就变成说你这个φ函数 我看一下这个φ函数啊 这个φ函数呢 它这边有个star number 这个star number是指的是第几个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 假如说你要再找第二个的话 那你可以再把这个φ函数的star number 给它前一个φ加1也可以啦 不过会变成说 你也不知道说到底会有几个 所以怎么办呢 你还要去判断说到底这个 这个超连结里面到底有一个几个 所以用函数你会发现最后 当然会有它的瓶颈在 如果说你简单逻辑 用函数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复杂逻辑 很多同学会说老师那复杂逻辑 用函数做不到 那当然只能用 应该看起来应该目前只能用VBA了 好像还没有不学VBA的话 恐怕这复杂逻辑是办不到的 所以为什么有同学说老师那你学函数就好了 干嘛学VBA VBA这么麻烦这么难 想半天都想不通 没有办法啦 有的时候说真的 你有复杂的事情还非得用VBA才行 你用函数做真的这个地方一定会卡住啦 即便做得出来 可是恐怕还是会非常的扩折啦 所以算了 好 那怎么用VBA来做 那当然我们VBA可以分两阶段来看 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如果今天 假如我不要用那个fine 所以ctrl 去不向右向下 delese掉 比如说把这个范围删除掉 那我们一样分两阶段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你用fine函数的话 那在VBA里面它不叫fine 它用的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instr in instry 就是 在in 在字串里面 那是不是类似啦 就是说在字串里面要找什么东西的意思 那其实以前 我之前常写那个像全文检索 比如说你今天找到某笔记录里面的 的时候 当然你要找到 这个关键字到底在什么位置 还有几 除了在什么位置之外 有几个 甚至你要把它做一些颜色的标注的话 都必须用这个函数 instry函数 所以这个函数其实还蛮重要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分两阶段 一个是先抓一个就好了 第二阶段 才是去抓什么 抓里面所有的超连结 并且帮我怎么样 假如有两个以上的话 就是一个 然后换行 第二个换行 第三个换行 反正有几个你就帮我放在这边 分两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的话 如果说你用instry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那逻辑跟那个fine函数一模一样 只是要把它改写成VBA 外面再包一个什么呢 回圈 所以第一个 for i 一定是等于 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回圈范围大家先确定一下 第二个要做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说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b欄 那一定是i列的 前面一定是sales sales 然后 瓜虎 i 豆点 b欄 等于什么呢 等于 你要找这个地方的话 那就是把后面 一样是m的函数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 当然我们也分两阶段好了 也就是说m的函数 它在VBA里面一样叫m的 瓜虎 一样是抓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 就是sales 有没有 sales i 豆点a 然后要抓什么呢 抓他的两 什么位置 长度多少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上面多一个f1 跟f2 等于什么 就是去抓到的位置 那写完之后 其实因为这个地方 大部分同学都学过了 小部分可能不知道的没关系 各位可以从那个我们云端白板里面找一下 云端白板里面的这个 城市码里面 展开来 那这个我已经写好了 因为这是 后来 不会很难理解 总共有两段 这个是切 一个部分就好了 这个是切所有的 不过切所有的 你会发现 这里面会用到一个叫do file 路口的回圈 这个难度就比较高了 这个各位要有心理准备 第二段 仅供参考 如果你实在功力还不够的话 你可以暂时先留下来 然后 也看不懂 暂时就假装 就先略过好了 等到 有心情想学习的话 或者前面已经非常了解 想要知道更多再来学习 因为真的蛮难的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先把这两段先抠过来 好那这两段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在开发人员里面 那把这边按右键 先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应该都没问题了 然后再贴上 好两段就上来了 所以你们也是一样 因为以后要work的话 以后有些地方 假如你程式实在想不出来 你拿着我这来参考就OK了 好那这些东西的话 基本上 像我再回想起来 大概这个大概写了 20年前 刚开始学这个的时候 都好像会卡住 其实这东西 我刚开始 现在想很久 还想不通 可是现在想起来 感觉好像就很流畅 这感觉真的是两回事 而且有的时候 光想这东西 以前可以想一个晚上 想不出来 就继续想 只想到睡在键盘上面 隔天醒来继续努力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就卡住了 不过也不要抓六脚尖 不过那时候可能是需要多一点热情 你要把这东西学会 还是真的需要一点点热情 那我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 假如我希望把刚刚的VBA逻辑 把那个函数逻辑转成VBA的话 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回圈范围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这个应该没问题 第二的话 取得什么 取得F1的位置 所谓的F1就是说 我今天要找的是 这个东西 就是我要找什么呢 找 这个 这个 这个是F1 那F2是什么呢 这个的位置 所以一个F1 一个F2 那你告诉我在哪里 所以我们怎么找呢 用VBA里面有个函数 点下去 你会有个instry 然后把什么东西给他 告诉他这个位置 就是在这个字串里面 帮我找什么 找C1 C1是这个东西 当然你要确定一下 你的C1有没有这个东西 或者如果你怕会有错 你干脆把C1的东西搬到这边来算了 好 你就直接把 你这边弄个双引号 然后把C1的东西call过来就可以了 好 那D1的话指的是这一个 好 应该没问题吧 一个 两个对吧 再来的话 其实底下的sales 关键就是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逻辑跟之前的逻辑一模一样 MID 其实前面如果你不用VBAOK 把这三角看起来 这样比较 顺野一点 OK好 那就把什么呢 在这个字串里面 帮我怎么样 帮我去切 切什么F1加1 一模一样 有没有 就是前面一样的逻辑 再把F2-F1 A也是一模一样 所以前面做的 基本上都可以把它拿来参考 也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VBA一下子没办法写出来的话 其实你可以先把函数做出来 再拿来转换 其实有的时候会也蛮快的 好 那再来就Next 接下来你可以RUN一下 基本上做完之后的话 把它RUN出来 基本上应该就全部做出来 按下去全部都做完了 而且应该没有问题 看起来 也没有说设定两个字会被抓到的 好 那这样的话第一阶段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大概写完的结果长这样子 所以应该最关键的点 我想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取得F1跟F2的位置 用什么 用INSTR 好 那特别注意 这个INSTR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在上面按你给F1 它也会跳出那个 INSTR函数的相关的说明 那里面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它主要是String1 String2 然后还有个Star 那String1跟String2 各要放什么东西呢 其实String1就是放你的全部的文字 String2的话呢就是放你那个关键字 不过 它的说明常常让我搞混 String1有没有 它说预搜寻的字串运算是 String2的话呢 预搜寻的字串运算是 感觉上好像这个编辑 它只做了一件事 Ctrl-C,Ctrl-V 然后就结束了 我发现这个应该是 是应该这个什么 预搜寻的 到底是哪一个是哪一个 所以常常搞混 应该上面String1 指的是什么 干脆叫做 预搜寻的 什么 全文吧 或者叫什么 之类的啦 就是预搜寻的 完整全文之类的 然后呢 String2的话呢是 预搜寻的关键字之类的 OK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关键字里面 在文章里面 找找看有没有 那它的那个逻辑是这样子 如果你有找到的话 它会回传给你在第几个字找到 如果说你要找的那个字串有两个 它一定是找就是最头的那一个 三个的话也是头那一个 四个也是头那一个 那如果说你没找到会怎么样 没找到它回传给你的就是零 就是零就是没有 没有就是它就是回传告诉你零哦 零的话就是没有 那另外有个关键字就是star star意思就是第几个字 那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只有找一个 所以不需要指定star 就从头找 star如果没有那就从头找 但是呢 如果等一下要讲的 如果你要找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有没有 那你就必须怎么样 star的位置 你不能就又从头找 那从头找不是又找到一样的位置 所以必须怎么样 把f1 怎么样 加1 f2 再加1 当成它的star 不然的话它怎么样 它又会从头找 那从头找又找到一样位置 所以加1之后它往后找 往后找 如果不是零的话 那怎么样呢 那就把找到的那个位置又抓回来 然后再抓 再切 后面的东西嘛 然后第二个就切 第三个 第四个 直到它等于零 就跳离了 所以它不等于零的话 反正一直往下找 这种写法的话 这个是我后来 写了很多遍之后 发现最简单的逻辑 这个地方的话呢 后来就写一下 其实也不用花太多时间 那每一个作者 写出来的逻辑都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参考很多人的书 看来看去 最后还发现自己 用自己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写最好 最简便 那你当然这个等一下会跟各位参考 所以等一下 主要会跟各位讲这个 因数函数主要就是说 这个star的位置 好 那问题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可以把刚刚的叙述 那种逻辑 变成VBA的程式 我想这个才是比较困难的点 不过 等一下的东西 难度是一定有的 所以你们也暂时 如果说不是想要学那么深入的话 你就是把它当参考 有需要的话 再来理解 因为这等一下这一段 它的用途很 很多很广 除了说可以切割之外 也可以把那个 字串上颜色 变成有点像关键字 那种那种做法 好 那这个部分请各位先试试看 第一段 就是那个只抓一个的 那等一下再来看 可以抓很多个的 所有的超连结 那它的逻辑就是说 我按下去之后 它可以帮我怎么样 把所有的东西呢 全部找过一遍 找过一遍之后的话呢 然后再把什么 把那个超连结 如果有一个以上的话 那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它放上去 OK 好 它闪很久 对吧 因为呢 因为很多啦 所以它闪很久 OK 那不过呢 等一下这个东西 最忌讳 最怕就是什么 Do while 最怕就是无穷回圈 就是说 你这个逻辑如果写错的话 它可能会跑不出来 而荡掉 是非常有可能的 好 所以如果你用那个 Do while 这个回圈 也一定要记住 就是你也许 最好是个中断点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在租航去跑 直到没有问题的话 再继续让它跑 否则的话 它有的时候 如果跑不出来 它就会一直跑到 跑到那个 变成白色画面 然后就当掉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特别注意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试看 我们把 如果把那个 上个礼拜的那个 MID函数加FY函数 就是你找的 用FY函数 找的头跟尾的位置 再用MID函数 把它做切割 那用VBA的话怎么做 VBA怎么做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有两个以上的超连结 我怎么用VBA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还蛮难的 就真的 用这个方法 那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也欢迎各位可以提出来 可以一起讨论 当然我这也不是一言堂的 就是说 如果 有没有想想看 那如果VBA以外可以解的话 你也可以提出来 当然能不用VBA 就尽量不要用VBA 不然 这个其实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 没有必要 也不会说真的 会想说用VBA来解决问题 可是用有些地方 你好像没有更好的方式 那没办法 只好自己写个VBA了 好